指挥商新英昨天宣布 快篩羊经过医师诊断当场确诊 本周起将全民试用 有参与会议的专家分享 专家小组在开会的时候 有提出了两大重点 第一就是新冠肺炎 未来会走向流感化 第二是如果偏远地区都能采用的话 人口密度高的地区 也应该一起试用 又一是直言当快篩羊 试同确诊全面开放之后 应该会把黑树捞出来 就看接下来一周 会不会单日破十万十五万例 拿出两条线的快篩试剂 给医师试讯诊断 指挥中心宣布快篩羊试同确诊 本周就会让全民试用 主要是专家小组在开会时 提出两大关键重点 第一是新冠肺炎 未来要走向流感化 第二是如果偏远地区都能采用的话 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也该一并试用 几乎所有专家都表示赞同 就像之前的流感 在流行的时候快篩羊试 都可以认定是羊试 因为感染税增加点数 但一串病等级毕竟的过程 不过也会让黑树变白树 摊在阳光下 就看接下来一周 会不会单日破十万 破十五万例 不排除可能会破十万 那要到十五万我觉得很困难 确诊的人数相对的比例拉高 我们就会比较放心 就是我们再加上我们三剂疫苗的施打 群体免疫的这种效果会出来 是但有可能几十万 只要他的这个中重症不是那么多 就没有关系 强调确诊人数冲高 其实也是好事 因为曲线压的越平 离解封就会越晚 毕竟装出黑鼠已经不是重点 关键在有没有筛出 需要救治的重症高风险族群 才能真正降低死亡率 就你们明事人特别我懂